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牵插绿叶猪胶 它的花非常漂亮 在台湾很多人都没有看过紫丁香 那它的花就很像紫丁香 我很喜欢紫丁香的花 但是在台湾呢 我还没有买到紫丁香 因为他们说这个环境可能种不了 我就找到了一个跟它花很像的绿叶猪胶 那现在呢我就把这个一年以上的 这个根应该是好几年了 差不多有三年左右了 因为都比我拇指粗 那把它的根部呢削得斜斜的 45度的倾斜 然后皮的地方削一点点 刺激它根部长根 再把它的叶子呢都摘掉 因为它现在已经没有分支了 都摘掉以后再切掉 它会在切到的伤口的附近 长出来一些侧芽 这样的话呢 这个绿叶猪胶的高度 我就控制在这个高度了 从在花盆里头 就刚好是可以观赏的角度 我现在要用一个宝特瓶 因为其他的那个花盆呢 还有容器没有那么深 没有办法这样保湿 存活率就会低 所以我就用一个深一点的宝特瓶 卖茶的这个 就是让它树着放在里面 然后我会摆在树荫下 不要被太阳晒到 因为绿叶猪胶呢 比较在散光的地方也能生长 这是我囤的雨水 因为台湾经常下雨 我就会囤一些雨水 放在旁边备用 好 我们现在在水里面 繁殖承插就完成了 就等待它发芽 现在它已经长出根了 长出芽了 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 我会经常给它的叶子喷水 枝干顶端喷水保湿 侧芽 每个枝干上面都长了两个 很好看 如果多了的话也可以摘掉一些 因为太多的话顶端的叶子长大了 会打在一块 根白色的那是根已经长出来了 现在我们可以移植了 它的根还没有长得特别的壮 所以我要找一些疏松的土 来为它牵插种植 我就找了 我已经腐熟了好多 好多应该是有两年以上 三年以上的土了 那是在大树根底下的木头碎屑 然后呢 我把它敲碎了 就放在那边 风吹日晒的 久了它就变成腐熟土了 又疏松又透气 它底下那个土很松软 我常常会把它挖一些过来 再填土进去 然后再放一段时间 土又变得很松软 你看这个土很轻 这样搬花盆的时候也比较轻松 我每天搬那个花盆 大大小小的 其实也挺累的 当然是我乐在其中 因为我觉得 在没有其他任何朋友和聊天 和玩的情况下 我跟花草玩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这个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我用一个塑胶带 把这个塑胶桶盆的旁边给它堵住 因为太大的孔了 它的水会流的速度太快 保湿效果不好 你看这个孔很大 我留两个孔就可以了 大家放心 这个不会让它的根部闷到的 因为它这是塑胶的盆子 旁边放一点点还是可以的 我先加一些重一点的土 然后再把这个木头的腐手土加进去 这样的话盆子不会摇晃 然后再加一些田园里挖的土 给它搅拌在一起 这样土的重量有重量 才会把它的根给包裹住 如果土太轻的话 根包裹没有那么紧实的话 它会容易摇晃 那这个移植就失败了 所以我就把它加一些重的土 其实绿叶猪胶对土的要求是不高的 就是放在树荫下种植是比较好 它叶子比较好看 但有很多猪胶是太阳越照它越红 到开花的时候 我再找一些其他猪胶的品种 给大家拍照看一下 现在已经移植好了 叶子已经长长了不少 每天我都喷一点点的水 如果盆子里面的水够了 就喷叶子就可以了 保湿 这样它叶子有水分会更好看 现在这个三颗我移植了 现在有两颗是真正的已经存活了 那一颗干掉了 有可能在我移植的时候 没有把它的根给固定好 所以现在就剩下了两颗 也可以了 这个盆子种两颗是也可以的 这是深盆 很漂亮吧 这个叶子 现在我们就等着它开花 我再找一些其他的品种的花 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订阅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祝朋友们天天开心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山明镜与点栏目 看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